Hello大家好我是崇文明医师 随着全球疫情趋缓呢 大家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后疫情时代了 但是呢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之后呢 可能会导致一些Long Covid的长期后遗症 那我在门诊上面已经看到有病人因为长新冠呢 老致了一些性功能障碍的 所以今天呢 陈医师就要特别来为大家解释一下 到底为什么长新冠呢会导致这个性功能的问题 那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啊 除了会影响我们的肺部之外呢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 那阴晶呢基本上就是血管做的嘛 所以如果影响到血管内皮细胞之后呢 就可能让这个血管的功能不良 所以没有办法让我们很完全的充血 那就可能会导致血管性的这个勃起功能障碍 除此之外呢 新冠病毒呢也可以攻击我们的睾丸 那攻击睾丸之后呢 可能除了让我们的精子制造的品质变差之外呢 也可能让我们的男性荷尔蒙有降低的状况 那男性荷尔蒙不足呢 就可能会让你的性欲减退 然后呢勃起功能也跟着受到影响了 那除了这些直接的影响之外呢 COVID的感染呢 这些长期的后遗症呢 也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性功能的部分 比如说呢脑雾 你觉得脑雾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性功能吗 没错因为呢除了脑雾之外呢 很多人呢同时会有一些忧郁啊焦虑的情形发生 甚至在隔离的时候被关的这个身心俱疲 产生了这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这些呢都是已知到的这个勃起功能障碍的危险因子 所以呢它会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勃起功能 那另外呢有些人呢在就算痊愈之后呢 他的嗅觉味觉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恢复 那除了说男人是视觉的动物需要只有视觉的刺激之外呢 其实呢这个味觉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刺激的来源 那丧失了嗅觉之后呢 有可能会让某些人他对于这个性的刺激呢 变得接收的变少了 那可能让他呢就没有办法有足够的刺激 让他有足够的勃起 那除此之外呢新冠病毒呢在某些人呢 可能会引起一些肺部纤维化的状况 那肺部纤维化呢就会让你在运动的能力变得比较差一点 变得很容易喘 那喘的话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性功能啊 怎么说呢 我在床上活塞运动做个两下就 等一下那你怎么办法做得完呢 那光喘都来不及了还要硬那是怎么有可能呢 那另外呢肺部的这个纤维化之后呢 也会让我们的摄氧功能变得比较差一点 那氧气呢其实在我们的体内呢 除了就是攻击我们的这个活动能力之外呢 也对我们的一氧化氮的制造非常的重要 那一氧化氮的制造呢会因为氧气不足呢 所以制造也可能会降低 那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勃起功能呢 一起受到的影响 心脏呢也是我们常新冠的后遗症之一哦 有些人呢因为这个心脏呢心肌呢 被这个新冠病毒所感染的导致了心肌炎 那就也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心脏功能变差了 基本上呢在床上的活塞运动呢 还是一个轻微的样的运动嘛 所以如果说你的心脏功能不好的话呢 一样呢也会让你的耐受度变差 让你呢勃起功能呢 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 长心肝里面呢有一个后遗症呢 就是糖尿病啦 所以如果说你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胖的人了 已经在那个糖尿病的边缘了 那结果呢得了糖尿病之后你就一举把你的胰脏击溃了 你就变成一个糖尿病患者了 那这时候呢也会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呢影响到你的勃起功能 最后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呢 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呢 很多人啊因为这个工作受到了影响 比如说因为要隔离 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去工作 收入减少了 或者是呢我必须要远距工作 整天都待在家里面 本来呢还至少还可以通勤走个路 后来呢变成整天坐在家里上网而已 因为生活形态的改变呢 所以会让我们呢缺乏运动 那这样的状况呢也会间接的导致呢 勃起功能变差 后疫情时代呢 常新冠呢可能还会挥之不去 所以呢希望大家呢 最好呢还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避免感染新冠病毒 才不会因为常新冠呢影响到你的性功能哦 我是崇文明医师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